好,我们放在这儿 现在要做的是 来,给它剪上几刀 也是为了待会儿我们拌制的时候 比较方便啊 随意 把它剪成短一点的段 好,这边呢粉丝就接着泡着 那现在我们要处理什么呢 来,移到这边的平锅 我们开始要进行炒制了 流行包菜还没有炒啊 那怎么样把它炒得香香的呢 取一口平底锅 加上一点点的油 好,油加完了之后 我们先把拍好的两个蒜头 放进去爆爆香 爆出香味之后 我们就把流行包菜丝 还有胡萝卜丝一起放进去 这胡萝卜有的朋友在家里面生吃 认为这样子可以减低它的热量 其实我也这样吃过一段 我后面才发现我那样吃是白吃 真的是 因为这是胡萝卜当中的 这个胡萝卜素 一定是要有一些油脂来辅助 它才能够转化成维生素A的 所以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一定要加一点油进去啊 不要说我是为了减肥 我只这样子吃 所以对食物我们真的是 还是要有一些了解的 不然吃了也是浪费 对不对 好,把它小拌一下 但是这会儿我们也可以 开始给它进行调味了 要加一些盐 这个盐的量你自己来掌握 但是我觉得不要多 那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拌制的过程 哪个味道不足 你可以再往里面加 但是糖是一定要有的 圆白菜那么的清脆 加点糖让它借借味 好,还有就是好吃的 非常能够出味的鸡精 来上一些 接着来翻 好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把火关掉 先把这些白菜丝装出来 好,我们炒到这样的程度 就可以先把包菜丝装出来了 很柔软,很细 好,锅稍微洗一下 我们再给它放入一点油 这个油的量 跟刚才炒包菜的量 差不多就行了 就是都不用很多 如果你要比多少的话 第二遍加的油 要比第一次炒包菜的时候 多那么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会儿 我们要爆炒一下粉丝 让它更加的有弹性 不过经过炮制的粉丝 还是不错的,很精道 好,用筷子拌炒一下 拌炒的同时呢 我们把生抽加入一些 好,拌一拌 粉丝这会儿是特别特别容易吸 生抽的香味的 所以就是炒制成这样 好,把它划下 你确保它都没有粘锅底 同时呢 又是每一根晶莹剔透的 你看,就是这样子 稍微沸腾一下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把刚才炒好的 流星包菜丝和粉丝拌在一起 为什么要分两个步骤呢 就是为了确保粉丝 可以根根顺滑 不会粘连 你不信的话 试试看 如果你把它们炒在一起 一定是互相捆绑在一起 哪项美食啊 简直就是一场战斗了哈 你在家里面做的时候也要注意了 好,就是这样子 最后拌的时候呢 需要你有一点耐心 就是完全把它们给拌均匀 拌彻底 这样你吃的时候哈 才会有菜 然后呢,还有好吃的粉丝在里头 然后呢,还有好吃的粉丝在里头 好,我们把它们装盘 清爽的菜肴也可以这样子的哈 颜色很明媚 而且呢,味道呢,还真的不错 好了,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非常好吃的菜肴 粉丝圆白菜 究竟是怎样做的呢 这会带着您再来回顾一遍 来看看圆圆究竟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圆白菜洗净切成丝 蒜瓣拍碎 粉丝用热水汆烫一下 放入凉开水中冷却备用 起锅热油 爆香蒜瓣 放入圆白菜丝和胡萝卜丝 调入少许的盐 鸡精白糖 炒熟后盛出备用 加热油锅 放入粉丝翻炒 放入生抽 搅拌均匀 再接着放入圆白菜翻炒 粉丝因为比较容易粘连 所以要耐心地搅拌 直到粉丝均匀地分布 这样颜色和味道才能很好的呈现 所以这是考验你耐心的步骤 粉丝圆白菜 其实这道菜的菜谱呢 是我们家编导小猪推荐的 他说这道菜呢 是很大方很得底的一道菜 特别适合刚结婚的新主妇 即便是你没有什么厨艺的经验 其实在家里面 可以小试牛刀 就是这道菜 味道非常的好 配饭配粥都很好 你可以在家里面试试看哦 好 这就是今天的实拉运转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祝大家好胃口 献给太太的爱心秘质 我们的每位来宾旅宾 带来的超赞菜肴 龙汤鱼头 不可错过哦